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8年9月19日 晚上9点半 位于朱雀路的明星大戏院遭到了一群河南流氓学生的捣毁 作以被毁达200张之多 闷闷玻璃 票房更是悉数全毁 戏院损失惨重 当晚9点的时候 居住在杀猪巷的一部分河南流氓学生因周末放假 跑到明星大戏院要求对他们进行免费招待 戏院方面先答应这些学生还好对 按顺序进入 等到河南流氓学生整队完毕后 戏院方面却告诉他们 因观众人数太多 戏院类太过拥挤 已经无法再接了他们住内了 这些流氓学生们不干了 一片哗然 纷纷高喊闯进去 尽管戏院方面极力将铁门拉起来关闭 但还是被三名流氓学生冲了进去 其余学生见三名同学闯了进去 怕人数太少 捧到戏院方面的殴打会有不测 于是集中了数十人 拉住铁门后用力摇晃 在戏院大院内 除集中了戏院十多名前台职员外 还有十多名宪兵警察也参与到了 防止学生冲入戏院的防守之中 双方就此僵持了十多分钟后 戏院的铁门逐渐被被学生开始推倒 此时从其他地方赶来增转的流氓学生已达三百多人 开始分批对着铁门狂冲 在进行了几次冲击之后 戏院的铁门应声而倒 流氓学生一共而住 对着戏院就是一顿打砸 剑步就回 还将座椅的凳腿拆下来作为攻击武器 此时戏院内的观众因大门已经被流氓学生拥刺 无法从戏院内逃出 只能向戏院后台及戏台上躲避 不少老弱富足当场被吓哭 在剧院内维持秩序的陷阱 因没有接到上级的明确指示 并没有及时地对流氓学生的行为进行武力制止 冲入戏院的流氓学生在打砸发泄了二十分钟后 才开始逐渐退出戏院 但此时的明星大戏院内早已经是一片狼藉 门面玻璃和灯炮军遭到了砸毁 面对陷阱的劝阻 这些流氓学生义正言辞地表示 我们连家都没有了 现在连饭也没有吃的了 政府不把我们当人 那大家就都不要好过 大不了把我打死算了 经过河南流氓学生的这一谋 明星大戏院方面损失惨重 短时间内也无法营业 戏院内的武生和一些职员集中了起来 准备对这些学生进行报复 他们也毫不客气地生成 他们不让我们吃饭 我们也流氓了 和他们拼了 谁怕谁 后来经过陷阱的极力安抚 这些武生和职员才没有冲出戏院 对河南流氓学生进行报复 但当晚二十三十左右 明星大戏院与南京大戏院等同业商议 为保障行业利益 向南京卫戍司令部及有关部门请愿 并从即日起停业抗议 资源来源 1948年9月20日南 京人报返回邹虎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